连续几月来 移民不断涌入欧洲 今年9月 一名叙利亚男孩 沉思土耳其海滩的照片 震惊了世界 让西方人对那些逃离叙利亚冲突的人 充满同情 一天之内就会有数千人 穿过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边界围栏的一处缺口 不堪重负的匈牙利 在10月间设立了铁丝网围栏 关闭了边界 在西欧的门户奥地利 人们掌声欢迎来自匈牙利的火车 奥地利年轻女性 用糖果和香烟迎接移民和难民 这位女士说 欧洲不能把这些人拒之门外 她说 至于文化和吸收问题 以后另异 更大的画面是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当下 我们要照顾这些人 给他们吃的 喝的 给他们栖身之所 为他们放行 布达佩斯主要火车站 是移民潮的一个聚焦点 站上多数人说 他们的最后目的地 是德国或者瑞典 两国优厚的公共福利项目 让他们看到了未来 德国乐意助人 这些人需要学习 需要开始新生活 不过 欧洲很快感受到了压力 瑞典实行了边界管制 这种局面无法维持 明显需要对欧洲的移民政治 进行彻底的重新审议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 怀疑情绪更加强烈了 凶手中有两人假扮难民 混入欧洲 德国领导人最初欢迎移民 但是到了年底立场改变了 我们希望而且我们将要减少难民数量 2015年即将结束之际 欧洲人讨论的是 如何加强边境管控 在如何处理目前移民潮的问题上 欧洲还没有全面的方案 欧洲领导人说 这对整个欧洲地区是一大考验 美国之一雷路斯伦敦报道